英国上演的亮丽风顶线虎头蛇尾 但如果处理不好 力战会不会爆发 英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如今却在一系列骚乱中 暴露出其社会的深层裂痕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上表示 持续的暴力事件已经不是抗议活动 而是暴力骚乱 伦敦 贝尔法斯特 利物浦 利兹 桑德兰 诺丁汉等地 先后发生了暴力骚乱 此前英国多地爆发了13年来最严重的全国性的动乱 火光和混乱成为了街头的常态 在互联网谣言的煽动下 英国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展开立场被有些人称为对穆斯林大屠杀的抗议 成百上千人将怒火对准移民聚集的区域 警察呢就成为被优先攻击的对象 清真寺和难民营不断被袭击 有人借机灵阳垢 社会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事态的发展 英国警方警告称 又以极端分子准备袭击 办理难民事务的律师事务所和咨询中心 接下来会有几十个地点发生骚乱 英国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网站声明称 目前共有428人被拘留 然而到了8月7日 数千名英国警察等待的大规模的反移民活动并未发生 反而出现了数千人聚集的反种族主义抗议 也就是说 马克克预言的英国内战暂时不可能发生了 英国这起骚乱的导火索 是邵斯波特镇的一起暴力实验 三名无辜的孩童上升 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哀伤和愤怒 然而互联网上的谣言以仇恨言论 将这起悲剧转化为煽动暴力的借口 尽管警方迅速避遥 但民众的恐惧和愤怒已经被点燃 骚乱迅速蔓延至英国的多个城市 此后又出现了穆斯林反抗的情况 比如穆斯林组织在博文汉的一家酒吧 以英国右翼分子大打出手 甚至有人还携带和使用了武器 一名46岁的巴勒斯坦男子 由于涉嫌携带攻击性武器而被捕 过去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 将这样骚乱的场面称之为美丽的风景线 而在英国发生的这场美丽的风景线 则标志着英国在衰落的道路上 陷入了一场社会治理危机 而绝不能用偶发事件来解释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英国社会到底怎么了 一个最为突出的矛盾是 种族歧视和反移民情绪 为此次骚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长期以来 种族不平等和歧视在英国社会中 根深蒂固 少数族医在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 面临着不公平待遇 英国多年来一直在干涉他国界政 事造灾乱 然后呢 就得吸纳大量的难民 当然 这里面也有非法移民 这些群体的到来 给英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但是也抢走了不少人的放眼 同时呢 他们在这个白人主导的国家内 也遭受到了歧视 多数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 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移民对英国土著的不满 就像火药一样 等待一个导火索 第二个因素是 英国政治的极端化 与文化战争 这些打扎抢行动 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蔓延 有其存在的民意基础 也有大量的主导者 那就是英国的极右翼分子 他们利用谣言煽动民众对 新生自和移民设施下稿 攻击警察 从而进一步撕裂了整个社会 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样的冲突 看成是文化战争 这是不同宗教之间的 严重对立实验 长期以来 英国政客们利用文化战争等议题 来转移公众 对其他重要问题的关注 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对抗 现在终于到了报应的时候了 第三个因素 就是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困难 所导致的不满情绪 在这次骚乱中彻底爆发了 英国脱欧后的不确定性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通胀危机 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量危机等等 都是引发民众不满和愤怒的深层原因 而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亦然亦爆的社会环境 极右翼势力的煽动 成为点燃这场大火的关键火星 在现代英国社会 曾经有印度裔的首相 穆斯林的市长 在大街上有不同肤色的人种 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 必然会带来复杂的社会势力问题 英国面临的真正危机 不在于骚乱本身 而在于能否正视并修复 长期被忽视的社会猎人 从而重新构建一个包容 与多元社会 这需要政治家放下分歧 关注民众的实际需求 采取措施 解决种族不公 经济困境等问题 移民是英国吸引人才的关键 也是保持其社会繁荣的重要基础 更是英国多年制造战乱 干涉他国内政 玩离岸制衡 必须承受的代价 部分欧洲国家还存在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由于白人的生育水平过低 导致移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而且多数移民还是穆斯林 这也必将导致社会治理存在极为严重的复杂性和风险 英国这个曾经引领现代化进程国家 如今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其做何选择 必将影响到未来的发展道路 马斯克曾经高调指出 英国的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法国德国等拥有大量移民的欧洲国家 真的要为这样的内战做准备了 因为谁敢说 下一次发生骚乱的国家不是自己呢 总体而言英国的内战没有爆发 说明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完全不可调和 或者用行政手段无法控制的程度 未来如今年 如果英国政府不能采取正确的对策 那么国内的矛盾就将继续继续 最终有可能导致崩溃 如果这个国家在桌子的道路上难以停止脚步 那么我们也没必要为此感到可惜